8月7日,为妥善应对近期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升温问题,广东省再次调整由香港入境广东的防控措施。 7日上午实施起,由香港入境广东的人士,需持有香港特区政府认可医疗机构发出的24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方可入境,入境后仍需接受14天强制检疫。 收紧防疫措施首日,记者走访深圳湾口岸发现,新措施下过关人数依旧不少,当日早上90许。 已有一批民众提前半个多小时,到达团门区往深圳湾口岸的巴士站排队后车,希望能乘坐第一班过境巴士。 部分人表示,得知新措施后,便随即在香港的机构预约并进行核酸检测,孩子上学、照顾家人等是市民疫情下入境的主要原因。 我们早上很早就起来了,7点钟就起来了,就从那里转车转车,一楼都转过来这边。 这一次拿这么一点都不麻烦,他把那个瓶先送到家里来,然后自己撩喉咙了之后,然后再送去他那里。 当天的晚上,第二天的晚上就拿到结果了。 我们昨天是下午6点钟拿报告,拿了之后呢,今天就24小时之内嘛,他说今天我们4点半一定要过关了,之所以等于说我不回家,就是我女儿回去,她要去上学嘛,要到甚至还要隔离14天。 我没有特意去留意那个报纸啊,怎么说今天,我是来到这里上车的时候,才听见说今天改成24小时嘛。 那我是提前一天做的,取那个口业那个样板,样板交给他之后,一般大型的那个私家鱼人的话,他可能45个小时就能出来了,其他就估计很难。 我们中国人嘛,那香港有家,国内有家很正常的,那回去家回家就好了,那就很简单的,我在这边时间待够了,我就该回去了。 记者随后在香港元朗区往深圳湾口岸的巴士站看到,元朗往深圳区的人流比较稀少,中午时分一班车只有三位乘客,市民也均携带检测报告,准备过境。